女人做饭时发现了诡异的阴影 手里新买的鸡蛋里面居然是空的 有点傻眼的她赶紧拿起另一枚 结果一捏也是一样 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 这满满意和鸡蛋竟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空的 还不止如此 当她擦玻璃时 身后的墙壁竟毫无征兆地朝她靠近 没给她任何反应时间 她就被死死压在玻璃上无法动弹 可一眨眼的功夫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在这接二连三的诡异事件下 她开始怀疑起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实际上 自从搬到这个号称地球上最幸福的胜利社区后 安娜也曾一度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有个英俊潇洒事业有成还无比爱她的丈夫 别墅豪车甚至衣食住行也全由社区免费提供 而且不光只是他们一家 社区内的每家每户都是如此 包括丈夫在内的所有男人会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上班 他们会穿过沙漠去到胜利集团的总部 而女人们在与丈夫挥手告别后 便也开始了他们身为家庭主妇悠闲的一天 他们会先简单地整理一下家务 接着叫上闺蜜一起学习芭蕾来保持体态 到了下午差时间 要么一边享受日光玉一边聊着八卦 要么去到提供专属服务的商场肆意消费 晚上的时间当然也不能浪费 除了与丈夫共度甜蜜时光之外 各种纸醉精迷的party也让人无比沉醉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是如此的完美 完美到哪怕经常遭遇一些诡异的事情 安娜也只当是幻觉从没多想 直到这天 这简单的两句话让气氛瞬间凝固 女人们听完全都一头雾水 但男人们却满脸凝重 还是集团总裁及时出现转移了话题 这才打消了众人的顾虑 毕竟在所有人看来 破坏规则的安娜已经疯了 由于社区明文规定所有人都不允许离开 但不久前黑妹却独自带着孩子偷偷走出去过 没人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知道从那以后 她的孩子再也没有回来 而她也逐渐变得精神失常 总是念叨着一些关于阴谋论的话题 起初安娜也只当她是病了 可如今她却不自觉地有些动摇了 烦闷之下 她干脆走出家门坐上了社区的免费电车 借此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然而就在电车即将抵达终点战时 她突然见到一辆冒着烟的飞机从上空划过 接着竟坠毁在了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她焦急地呼叫司机前去救人 没想到司机却一场冷漠地表示 她不能偏离路线 那里也并不是自己的工作范围 无奈之下 安娜只能独自步行前往 可哪怕彻底走出了社区的范围 她却始终没有见到那架坠毁的飞机 又不知道走了多久 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无意中来到了集团总部 意外的是 所谓的豪华总部竟然只是一座孤零零的白色建筑 安娜好奇地上前查看 可当她试探着将双手按在玻璃上时 一道诡异的红光缓缓亮起 紧接着无数光怪陆离的画面 也突然在她脑海里闪现 再然后 她就从自家床上醒了过来 早已下班回家的丈夫正在忙碌地做着晚饭 安娜连忙将自己经历的一切告诉了丈夫 并询问她自己是怎么到家的 谁料丈夫却表示她回来时 安娜就已经躺在床上了 还说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坠迹 一切都只是她的一场噩梦而已 听到这里 安娜彻底迷茫了 可到了第二天 她却接到了一个预料之外的电话 黑妹的这通电话让安娜不寒而立 但更诡异的是 当她来到舞蹈室练舞时 她惊恐地发现镜子里的自己 竟变成了黑妹的样子 只见她一下又一下地 用脑袋狠狠地撞向镜子 哪怕头泼血流也丝毫不在意 安娜被这一幕吓得失声尖叫 其余人也像她投来了一样的眼光 然而等她再一转头时 镜子却又恢复了原样 似乎这一切仍旧是她的幻觉 她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为了弄明白这一切 她飞快地朝着黑妹家狂奔 等赶到后却看到黑妹拿着匕首站上了房顶 来不及阻止 黑妹就已经当着她的面抹开了喉咙 刚想过去救援的她 却又被突然出现的两名红衣男拖走 到了晚上 安娜给丈夫讲述了她这一天的诡异经历 可丈夫却表示黑妹只是不小心摔下了房顶 经过医院的救治 现在也已经并无大碍了 但这一次 安娜没有被丈夫说服 她始终坚信自己所看到的 也坚信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 随即她又开始质问起了丈夫的工作 她想要知道那个总部到底是做什么的 然而丈夫却说这是机密 他们不能跟任何人透露 就这样 恩爱的两人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丈夫开始一遍遍地跟她强调 现在的一切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在她从工作升华到爱情的CPU下 哑口无言的安娜也只能暂时作罢 但她内心的怀疑却愈发浓烈 她总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有种不真实感 于是到了第二天 她用保鲜膜一层又一层地封住了自己脑袋 强烈的窒息感显得是那么的真实 对死亡的恐惧也让她开始拼命自救 直到成功撕开保鲜膜 她才如是重负地大口呼吸着 事后 丈夫为安娜请来了社区医生 当医生也说她只是过度疲劳导致出现幻觉时 安娜瞬间就意识到医生的目的同样只是为了说服她 可也就在这时 她突然在医生的包里见到了黑妹的病例 上面竟被注着高度危险的字样 于是趁着医生和丈夫离开的空隙 她迅速将其偷了出来 然而里面的记录却全都被故意抹除 根本看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很快 集团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如期而至 所有人都表现得异常兴奋 唯独安娜在这浮华之间感受到的却是恐惧 黑妹的经历与社区的种种异常在她脑海里不断闪现 她想让丈夫带她离开 没曾想丈夫这时却被叫上了舞台 总裁更是宣布她获得了唯一的那个晋升名额 见到丈夫在总裁的洗脑下疯狂起舞 再也无法忍受的安娜急忙冲进了卫生间 她向闺蜜倾诉着她遭遇到的一切 没想到对方非但不以为然 还愤怒地斥责她违反了社区规定 闺蜜的这一番话似乎将安娜骂醒了 她试着强迫自己重新做回那个贤惠的妻子 可就在隔天庆祝丈夫升职的家庭晚宴上 总裁却突然来到她身后主动承认了她的怀疑 总裁的挑衅显然是成功的 安娜在饭桌上挑明了一切 她开始对着所有人提出她的质疑 为何这里的每一对夫妻从相遇到恋爱 再到读蜜月的经历都一模一样 但这之前的记忆却又是一片空白 又为何现在的他们每天都过着重复的生活 显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为制造的 总裁用一种未知的方式篡改了他们的记忆 将他们困在了这座打着完美旗号的乌托邦里 这一番话让所有人脸色大变 可总裁却不慌不忙地开始挨个回答她的这些质疑 她笃定其余人无法舍弃当下的完美生活 所以尽管她的每一个答案都漏洞百出 但其余人仍旧觉得异常合理 这一刻安娜所谓的反抗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事后安娜不断祈求丈夫带她离开这里 这虚伪的一切让她一秒钟都呆不下去了 丈夫表面答应 可上车后却不断地说着对不起 安娜不明所以 结果下一秒就被突然出现的红衣男给强行带走了 紧接着她就被绑上了手术台 在彻底失去意识前 一段完全陌生的记忆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 再然后 那个原本光鲜亮丽的安娜便重新回到了社区 之前的一切也仿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她再度过上了完美的主妇生活 日复一日地整理着永远做不完的家务 日复一日地学习着永远学不会的芭蕾 直到这一天 丈夫无意中哼唱的一首曲子 彻底打破了这份脆弱的瓶颈 安娜原本的记忆被瞬间唤醒 原来现实中安娜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医生 而她的丈夫也并不是现在这般英俊潇洒事业有成 反而是一名满脸挫疮的事业程序员 为了两人的未来 安娜不得不每天主动加班到深夜 可丈夫却始终没有上进心 每天只想跟安娜腻在一起 在这多重压力之下 安娜对待丈夫的态度逐渐变得冷漠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丈夫在网上见到了这个名为胜利社区的新技术 为了不失去安娜 她鬼使神差地报了名 强行在安娜熟睡时给她带上设备 还清除了她的所有记忆 将她改造成了她理想中的完美嘱咐 并让她始终生活在虚拟世界里 而她只要带上同样的设备 便也能一起进入社区 至于她所谓的每天去到集团总部上班 其实是通过那里的登出设备回到现实 利用这个时间段打工赚钱 从而维持虚拟世界里的完美生活 这残酷的真相让安娜濒临崩溃 可讽刺的是丈夫还在想着如何给她洗脑 她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做错 她始终认为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安娜 让她不用那么拼命工作 也能过上最理想的生活 丈夫理所应当的态度让安娜觉得无比讽刺 为了挽回安娜 丈夫甚至又给她跪了下来 祈求她继续在这里和她幸福地生活下去 可安娜对这里的一切只剩下了恐惧 为了挣脱束缚 她一把抓起桌上的酒杯猛地砸了下去 很快 系统就检测到安娜丈夫失去了生命体征 与此同时 安娜的闺蜜也无比凑巧地赶了过来 然而见到这血腥的荧幕后 她的第一反应却并不是害怕 而是赶紧劝说安娜逃跑 因为一旦在虚拟世界里被杀害 那么现实当中也会死亡 就像安娜的丈夫一样 所以安娜必须马上前往总部主动断开连接 才能避免被集团的人杀害 原来闺蜜早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她也是唯一一个自愿留在这个世界的人 毕竟只有待在这里 她才能见到早已去世的孩子 从她口中 安娜还得知了更为残酷的真相 除了她之外 社区内的所有女人都和安娜一样 全是被他们的丈夫以爱之名强行留在这里的 浑身站立的安娜走出了房门 而或许是她的觉醒触发了系统漏洞 其余人的妻子看到她的那一刻也逐渐恢复了记忆 在闺蜜的帮助下 安娜迅速抢下一辆车就朝着总部赶去 得到消息的总裁也在第一时间派人前去拦截 可她刚挂断电话 同样觉醒的妻子就来到她身后一刀洞穿了她的身体 另一边 安娜仍在朝着总部完命急迟 大量的追兵咬在她身后紧追不舍 行驶至荒漠时 医生甚至也收到了命令出现在了她身前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她却怒吼着猛的一脚击杀 成功摆脱围捕后 安娜继续朝着总部进发 没想到刚行驶至半山腰 车子却一个不慎意外撞上了土堆导致抛锚 眼看大量的追兵已经出现在了身后 她只好撒开脚丫子向上冲刺 总算成功赶在被追上前抵达了总部 然而就在她即将解脱的前一刻 她却再度出现了幻觉 丈夫突然出现在身后紧紧抱住了她 两人的海誓山盟也不断在脑海里涌现 但仅仅只是犹豫了一秒 她便毅然决然地舍弃掉了这虚假的一切 了解 inle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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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